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的很多的企业家在国内靠着跟官方的一种私下的勾兑 赚了很多的钱 发了横财 有很多都是这样的 发了横财之后 毕竟商人有商人的利益诉求 有些想法可能跟官方不一定那么合拍 再加上官方有一些官员非常的贪婪 动不动就想蚕食这些民营企业家的资产 甚至在里边要想分一杯羹 这一杯羹可不是很小的一杯羹 是非常大的 所以造成了很多企业家内心的恐慌 他们就想逃离这个控制 比如说像中国所谓的首富王健林 马云 李彦宏 这些都差不多在中国数字上的大富豪们 他们都想逃离这样一种控制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无法逃离 包括王健林带着家人坐着私人飞机准备离开的时候 就被公然的强烈的阻止了 这种情况就是剥夺了个人的这种行动的自由 包括马云和李彦宏出国的时候 在边境都会受到边控检查 这个就是反映了中国的企业家 其实无论你多富 无论你跟官方有多么深的关系 仍然是没有完全的自由的 更谈不上权利的保障 所以现在像贾耀廷这样的 他知道回国之后可能会有麻烦 他为什么不回去 他就是想规避这个麻烦 但是他越不回去 越造成官方的口实 官方可能就会以这个理由来扣押 或者讲对他的财产进行封存 让他这个没办法运行他的资产 所以这个情况我觉得在中国不是一个孤立 是非常多的 那么我们对他只能表示同情 但是我们也想提示中国所有的民营企业家 不要再有幻想 不要再做那种所谓的中国梦 跟官方勾兑没有好下场 官方随时可以把你置于死地 你的财产再多 他随时可以剥夺你的财产 有些人 不然 有些人